那么接着他说 他母亲断气的时候 我们又苦又摸母亲的脸 当时她的脸很难看 我们为母亲穿好衣服放进棺材里 我二姐想到要给母亲上香 就去找香 不知不觉找到了念佛机 因此当时就开念佛机 念到夜里十二点钟左右 我二姐听到空中 西边就有念佛的声音 我二姐大声叫我们听 可是我们姐妹几个 说她是神经病 第三天是开关让亲人看时 我们都不敢看母亲的脸 没有想到打开一看 妈妈的脸 年轻了十几岁 脸红红的很好看 不知道是否去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想到临终断气时 脸色很不好看 又担心是否去了三我道 临终时脸色不好看 是给你们看的 你们对她不起 她不喜欢你 那么过了几天 脸色好看 你们能够把念佛机打开 让她随着佛号念佛 这种状况 即使不能往生 也绝不跺三我道 这个可以肯定 你们做错了 这是不懂得四十真相 要懂得四十真相 你们就不会这样做 人临命中的手断气之后 最安全的时间是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当中 不要去碰她 不要听到让她动感情的音声 这个四知道的人并不多 实在不得已 最低限度也要保持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决定不能碰 就是她的身体 躺在那个床上 床都不要碰 人在旁边走过 床都不要碰 十二个小时以后 再去帮她处理后死 这个是最安全的 如果自己不知道 我们佛门有个小册子 叫赤宗须致 赤宗精良 这个书是用文印文写的 现在人看比较困难 但是佛门有很多不少 有慈悲心的这些大带们 将她用文化文重新改写 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看得懂 这个书名叫赤宗须致 可以依照这个书上 教给你怎么做法 这是一部非常重要 送宗的开导 我们都必须要看看 有这种常识 第二个问题 听老法师讲 现在 第二个问题